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生原蜂蜜 让生活甜蜜蜜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扁确会》 我是陈婷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 猪医专家蔡德亨医生 还有养生文化研究者李文友 二位好 好 俗话说 春寒还料鞘 春酒入菜来 韭菜在春天的饭桌上是最常见的 韭菜炒鸡蛋 韭菜炒螺丝肉 韭菜盒子都是家里经常吃的 有时候会清炒的 然后弄点蛋花 然后一打那蛋花汤 把那韭菜夹到里面这么吃 春季的韭菜是品质最好的时候 无论是从营养价值还是口感上 都要远远地超越于秋季和夏季的韭菜 韭菜 韭菜 以前据说是叫旧菜 韭菜是一个我们中国原产的一个蔬菜 可能有两三千年的这个种植的一个历史 所以你看诗经里面就有 献高祭久这样的这个诗句 说明至少有两三千年的一个历史了 但是民间有很多的传说 比方说讲我们这个东汉的 这个开国的皇帝叫汉官武帝刘秀 有一次这个仗就打到什么 打到这个话头的老家就安徽伯作这个地方 其实是刘秀是打了败仗了 败仗以后就讨一路讨一路讨饿的 这个马上要掉下来了 跑到一户人家 这个人家们也穷得不得了 没东西给他吃 就跑到外面割了点韭菜 把他给救活了 救活以后呢 他就问老农说这叫什么菜 老农说我们这乡下也没啥正式的名 他说这是救了我们就叫旧菜吧 但是后来想这个旧菜呢 就是这个救命的旧好像也不太好听 就用了另外一个字是这个酒 就创造了这个韭菜的酒这个字 那你回过头来看这个酒字呢 是非常像 我们中国文字讲像型了 非常像型的一个字 你看下面一横像土地一样 上面这个两树 而且还有很多横杠 就是一插一插往上涨 韭菜就生命力很旺盛 隔了一插又一插 这个是韭菜的一个来历 春天吃韭菜就是韭菜从它的这个四性五味上来说 这个跟我们人的健康是怎么样一个关系 到春天开始了以后 人呢进入到一个就是崭新的时期了 一个冬天下来啊 人处于一种阴暗的状态 比较冷的状态 好 突然之间认了以后 人就一下子苏醒不过来 很软弱 人家叫春困 那时候呢我们成为叫阳气卫生 那时候呢吃点韭菜以后呢 它可以帮助你结春困 这个时候呢成为叫起阳 那么把阳气啊能够起起来 我们古人老早就认识到 这个韭菜啊就是春天吃最好 所以你看这个孙思苗 在它的这个千金义方里面 专门有一篇叫石志 他就讲 他说这个二三月 他当然说的是这个农历啦 就是二三月份呢 这个吃韭菜可以大义人心 就是吃了以后对人是非常好的 但是到了这个五月份 农历五月份就是夏天了 这个韭菜吃了以后 就会令人乏气力 就反而是有坏处了 所以呢夏天的韭菜呢 古人是不推崇我们去吃的 韭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粗纤维 并且具有一种独特的辛香气味 在中医里 有人把韭菜称为起阳草 喜长草 还有长生草 它的功效嘛 应该是赚阳补肾吧 应该说是补阳系的 应该说还有通便的作用吧 人们把韭菜称为起阳草 那它真的有赚阳的功效吗 这个韭菜呢 是春天的时令菜 这个人们一说到韭菜 就容易联想到 它有壮阳的功效 民间呢也把韭菜叫做起阳草 那为什么这个民间 大家就流传下来 就说这个韭菜 有这种壮阳的功效呢 这出处从何而来啊 我呢去看了一些 我们古代的这个 本草的一些著作 确实呢 很多著作里面 讲到了这个韭菜 有补须瘟阳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它的功效里面 也讲到了一些 对一些比方说 类似像阳尾啊 这样的症状 有改善的作用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古人呢 对这个韭菜呢 确实有这方面的认知 这个从古代来讲 认为韭菜 它有的瘟阳的作用 从瘟阳来讲 它应该有强劲的作用 现在比如说 大家想生个好孩子 有的人结婚几年了 没生孩子 是 那么总想要找点这个 饮食方面 能够改变一下自己的 那个这个呢 不妨呢 我可以推荐一下 用韭菜 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香菜 香菜呢 有的透发这个作用呢 好多人认为呢 它可以结表 因为有些比如说 小孩子生麻疹啊 或什么呢 用点这个香菜 来把它生发一下 感冒了 把它香菜跟生姜 煮了汤以后喝一下 但是忽视了 它也有强劲的作用 可以使什么 精致的活力增高 那么这两者相配合的话呢 应该说呢 它强劲的功效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一个韭菜香菜汁 这个呢 有补肾强劲的功效 先拿半斤的韭菜 切成段 再取一些香菜 香菜也切成小段 方便榨汁 原料准备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榨汁 这样呢 韭菜香菜汁就做好了 那如果觉得气味有一些冲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加一勺蜂蜜 来调一下味 舀一小勺蜂蜜 搅拌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韭菜是生的吗 生的 生的韭菜 被你炒了熟了以后 炒锅头的韭菜就不是韭菜了 吃口也不好 而且营养价值也不高了 韭菜榨汁 这味道 这能好喝吗 吃上去呢 有点辛辣的味道 辛辣辣 这个就是韭菜啊 有一个功效 我们前面讲到了 补须瘟羊 韭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 叫什么 叫下气降腻 对 我们这个气应该是往下走的 这个气往上走 打嗝啊 你别小看这个打嗝 有时候打嗝打起来蛮吓人的 特别是年纪大的人 你一个打嗝打得喘不上气来 所以呢 这个韭菜就有这个 下气降腻的这个作用 别说这个年纪大的人 这打嗝呢 你看我们一同事 他老公 轻壮年 又这个打得厉害的时候 打得胸都疼 是 对啊 胸都轻不下来 是 韭菜呢 比如说在千金方里边 对 也有的 韭菜牛卤汁 他主要治疗什么 反胃 打嗝 韭菜牛卤汁是出自宁方 可以治疗打嗝 平时如果有打嗝的问题呢 可以来使用一下韭菜 我们把它切成小碗 生姜洗干净 切五六片 做法呢 先把韭菜和生姜榨汁 这里就是蘸好的韭菜姜汁 把它倒入锅 再加入250克左右的牛奶 搅拌均匀 因为牛奶烧开的话呢 就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所以不用烧开 只要温度可以入口 我们就可以倒出来 好 这就是一杯酒汁牛乳汤 打嗝的时候可以喝一杯 帮助缓解一下 为什么要加牛乳 牛乳可以合味养味的作用 韭菜刚才讲了 有下气的作用 胃最怕什么 生 胃应该 胃气应该下降 对 它不是不降 往上升的时候 就要打嗝了 所以它有降气的作用 然后呢 配上牛乳的话呢 就可以合味养味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改完这个打嗝的情况 那我们前面在录像里面 还听到就是说 韭菜它不但有起羊草的称呼 还有一个叫喜肠草的 这么一个名字 这个是韭菜 是有这个清肠的作用吗 说这个我们古代 这个本草寺里面 讲到韭菜的这个作用的时候呢 它也讲了一个 宽肠通便的作用 古人也认识到 这个韭菜多吃啊 可以帮助改善我们的便秘 那么用现在我们这个 营养学的观点来看的话 就是韭菜里面呢 还有比较多的这个粗纤维 或者说是不容于水的膳食纤维 那么这些东西 到了我们肠道里面 吸收水分以后 它就会张开 像一个网一样 或者说像一把扫帚一样 会把我们肠道里面 这些垃圾 粪便 有毒的物质啊 给它刮下来 所以它确实有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就形象的时候叫喜肠 它跟我们比如说也知道的 红薯啊 芹菜啊 是不是功效更好一点 这个肯定功效更好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从便秘来讲 我们要分形的 有食症的这个便秘 比如说它吃了这个 大便很干肌 就不太容易拉出来的 另外呢有一种虚症的 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便秘 老人啊 它阳气不足了 推动物力 肠子的功能啊就下降了 那么这个韭菜啊 它有一个心字的 心呢 它可以刺激肠味道 它可以助养 然后呢推动的作用 它有一个补虚的作用 然后呢帮助你排便 如果有一些这个便秘状况的 想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 您觉得韭菜怎么来吃更好呢 这个春菜上市的时候啊 里边有个叫春笋 竹笋 竹笋呢 它本身也是膳食纤维非常丰富的 是高蛋白 无脂肪 所以说呢 对任何人来说呢 相对来说比较好 如果把竹笋的丝和这个韭菜一起炒了吃的话呢 那增加了它的粗的纤维 对通大便呢 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韭菜炒春笋呢 它纤维素很丰富 也可以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 是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的一道菜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把韭菜先切断 切春笋的话 切成丝 这边倒一点油 好 炒一下 春笋有一些炒软了之后 马上放入韭菜 然后再快速的翻炒 我们放调料 盐少许 再放一点点糖 翻炒一下 好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来出锅 好 这一盆喷香的韭菜炒春笋就完成了 竹笋里边还含有一个锡油元素 这个什么锡油元素呢 叫锡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 如果人体当中缺锡的话呢 就由于生肿瘤 然后补了锡以后呢 就可以使自己呢 避免生肿瘤的可能性 不能说绝对不生肿瘤 但是我们可以避免生肿瘤的可能性 至少我们就知道 市场上所有腹吸的东西都比不寒的要贵一点 韭菜炒春笋 你想想 一个是嫩嫩的春笋 一个是绿油油的韭菜 特别有春天的气息 对 炒这个东西呢 要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大火快炒 韭菜为什么有这个香味道 新香的味道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种硫化物 这个硫化物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功效 那比方说它可以降低这个血脂 它可以这个扩张血管 所以对高血压 关系命会比较好 那么这种东西的话呢 如果你长时间加温的话呢 就把它破坏掉了 所以呢 你炒的时候呢 动作快一点 这韭菜呢 这有人就是喜欢它那个味道 觉得香 有人呢 就闻不惯 觉得可臭了 其实那个味道 就叫什么硫化物 含硫化合物 含硫化合物 其实这个是有些作用的 它本身呢 是一个化学物质 叫做甲基酸素 那么它呢 有着抗细菌和病毒的作用 但是呢 在你高温下的话呢 它很容易破坏 所以你如果做那个 韭菜盒子 韭菜馅的话 它不会去煮得很烂 很熟了以后 再去这个弄的 它一般都是生的以后 它这样一弄以后 拿出来就很香 你过了以后就不行了 那刚才文友说 这个硫化物 这个还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 对 它会降低血脂 会这个扩张血管 这些都是这个化合物 它的一些作用 这是我们讲吃韭菜的另外一些 我们从现在营养学角度来看 它的一些功效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说是 对心脏有好处的话呢 韭菜炒虾皮 这个韭菜炒虾皮也很香的 相信它才嫁它 嫁给我 相信它才选它 五重过滤 连四十微米杂质都不允许 当然值得相信 冠生原蜂蜜 让生活甜蜜蜜 韭菜炒虾皮 对于保护心脑血管很有好处 做法也比较简单 锅里面加少许油 好 我们放一些 先放一些虾皮 金黄色的 很棒 等虾皮的颜色微微有一些发黄 入韭菜 好 韭菜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好 韭菜炒虾皮就完成了 应该非常的鲜美 但是我想啊 这个虾皮如果我们换成虾仁 行不行呢 韭菜炒虾仁呢 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啊 但是虾仁呢 它有要求的 你这个一道菜上来 要吃香味俱全 但是虾仁呢 它炒的时候啊 如果一个不小心啊 跟韭菜放在一起颜色变了 那么就不好看了 有点发黑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里边啊 虾皮啊 是有叫做钙库 然后这里边呢 含煤脸 这个量很高 煤元素呢 对这个心脏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刚才这个文佑也说了 韭菜可以扩张血管 可以改善心脏的功能 然后它如果能够跟那个虾皮合在一起 这个吃起来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一道菜呢 最适合老年人吃 它可以改善心状的功能 韭菜炒虾皮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我们这个韭菜 最常吃的韭菜炒鸡蛋 有人说在春天吃的韭菜炒鸡蛋呢 有平衡阴阳的作用 这有这作用吗 鸡蛋的话 它是这个偏凉性的 韭菜呢 是偏热性的 鸡蛋里边含蛋白质比较高 而且呢鸡蛋里边呢 含的是什么软磷子特别高 对 因为这个鸡蛋的蛋黄里边的软磷子啊 在一般的情况下就很难卸搓的 但是你在炒韭菜的过程当中 鸡蛋不能炒得太老 一般要稍微翻一下以后啊 就把韭菜翻下去 马上就把它起锅 那么这个时候呢 鸡蛋润润的 这次里边的软磷子呢 就可以补充我们大脑里边的雀芽 因为我们大脑啊 它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它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 我们在思维的过程当中 在脑力劳动过程当中 它需要大量的软磷子来补充 这个鸡蛋炒韭菜啊 它可以补充你这个软磷子 那时候呢 就可以改善人体疲劳的感觉 所以这一个菜不但适合小孩 中年人不说了 这个对老年人也有好处 延缓大脑的衰老 我们说了好几道 都是韭菜的炒的菜 韭菜炒鸡蛋啊 韭菜炒虾皮啊 还有韭菜炒春笋啊 那韭菜呢 就是它这个起洋的嘛 所以民间呢 就觉得它是一种发物 那有些人 比如说癌症的病人 他们适合吃吗 癌症病人呢 应该说韭菜没有严格的菌子 但是对有些人就不能随便吃韭菜 比如说春天的时候肝火比较旺 眼镜眼尺比较多 人呢比较容易烦躁 那么你吃韭菜的话 就不太适应 另外呢 比如说有些人比较热性的 容易挫肠嘛很多 容易呢 这个鼻子里边的流血 那么像这样的人呢 一般我们也不太适应吃这个韭菜 明天有一句话的 韭菜和大蒜都是好东西 千补一克 它什么都好补 补得很好 但是它有一个克 就是克肝 它对肝有神伤 所以你也不能 因为好吃我就拼命吃 吃了以后伤了肝也不好 那么所以刚才讲的 就是有肝的病的症状 比如说眼睛比较干涩 这个容易出眼吃啊 口腔里边一种热热的感觉啊 像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一般呢 韭菜就不吃了 但是对于这个孕妇啊 这个女性的话 她能吃韭菜吗 一般来说呢 孕妇的时候 我们不主张吃韭菜 因为为什么 韭菜是温热的 中医啊有个说法呢 就是胎天一清 胎后一温 在胎天的时候 你如果吃过热的东西的话 对小孩子身上发育 可能会带来影响 韭菜有如此多的功效 那么如何挑选好的韭菜呢 韭菜有三个品种 大叶韭菜 细叶韭菜 还有阔叶韭菜 最常见的就是阔叶韭菜 阔叶韭菜呢 卖的比较好一点 秋天韭菜呢 就是土一点的 壮一点的 比较好 韭菜分为细叶韭菜 大叶韭菜 及阔叶韭菜 而在日常生活中 阔叶韭菜是最常见的 那哪个韭菜好吃啊 这怎么挑韭菜啊 品种有讲究吗 品种的话呢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这个破叶的韭菜 会这个品质更高一点 但是实际上你真的 是你这个经常去买菜的人 这很容易就知道 哪个韭菜哪个韭菜不好 那首先这个颜色要鲜绿的 鲜嫩的 你要发黄了 那肯定是不行了 对吧 那你手如果掐一掐 根掐一掐叶 一掐就是比较嫩的 那可能就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选韭菜 应该是比较好选的 你如果作为炒了吃的话呢 刚才这个文友说的 就是酷叶的韭菜 比较好吃一点 炒韭菜啊 有个要求的 炒出来不能水汪汪的 不能炒得太老 对 这个宅业韭菜啊 一个不小心啊 你一炒就是一汪水 而且你有的时候 从菜场里看到的时候 鲜绿的 拿到家里边 两个小时一看 就腌掉了 但酷叶韭菜啊 就不一样了 酷叶韭菜啊 它从菜场里拿回来 到家里边 放两个小时 它还是鲜绿的 这是一个 它保鲜能力比较强一些 第二呢 你在炒韭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酷叶韭菜 你啪啪啪一番啊 很香 而且呢 不会马上水汪汪的 吃口呢 这个酷叶的韭菜呢 就比较弱了 那如果我们榨汁的话 从药用功效上来说 有区别吗 哪种不好 从榨汁来说呢 这个窄叶的韭菜 就比较容易榨汁 比较方便 为什么 它一氨的话 这个水啊 就很多很多的 很嫩的 这个汁就出来了 这个荷叶韭菜 当然也可以 但是在某种上 就没有它那么容易了 这韭菜作为食令菜 充满生机 但是也有不少 需要注意的 所以在这个春天 适时地吃一点韭菜 能够帮助我们 跟自然的生机连接上 韭菜是春季 最食令的蔬菜 它有着许多 神奇的功效 韭菜香菜汁 它具有补肾强精的作用 韭菜炒春笋 富含大量的粗纤维 起到宽敞通便的作用 韭菜炒虾皮 是一道适合老年人 吃的菜肴 它可以起到 改善心脏的功效 而韭菜牛乳汤 对于治疗打嗝 也有很强的功效 扁区会公共微信 已经开通 马化腾 罕见缺席两贵 原来是腰椎尖盘 旧病复发 这个职场人士 他们这个发生 这个腰椎尖盘突出的状况 他们主要是什么原因 腰椎疾病 要重视后果严重 也可怕 如果严重的话 那它也会使人的 上市劳动力的 中医治疗有方法 简单锻炼有特效 可以拿治疗 腰椎尖盘突出症 我们一般做些办法 下期的扁区会 李正宇教授 聊腰椎疾病的治疗 我就是喜欢这种 有效 然后又方便 然后又便宜的方法 核桃是可以 这个有胜通脑 有益治疗 一下子吃个五六十里 甚至更多 那么你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 苦味就有轻火的作用 所以夏天我们适当地吃一点苦味 对我们这个身体是有好处的 作为一个食疗产品 也非常好的 平菜汁加三辆蜂蜜 再加三辆水 所以对女童子来讲 可以去做的美容 古人认为它有散衣血 直血和调血的作用 做的是汤啦 然后养的是身 修的是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